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又在这跟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是2019年的5月23号 今天想给大家谈一谈 就是说现在中共的很多系统里边 为了甚至混口饭吃 为了得到中共的一些特权和利益的这些人 你们应该醒悟了 中共现在正在拿你们当作反人民的工具 大家看到了像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 及其他几位这个金国英雄们 今天已经从山东林仪监狱转战济南山东省司法厅 那么事实上 在这种情况下 我在前面曾说过 从他们一到零一下火车中共就派人跟踪 然后监狱里很多反常的现象 那些警察都在外边 原来从来都没有的这种现象 对吧 包括他们在办公楼大厅里 假惺惺的设想 一个桌子 然后两个摄像机在拍 然后两个人坐在那 那都是平时没有的 这都是在中共得知李文足要到林仪去以后统一安排的 我在这还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啊 当地的很多维权人士也都明着或者按着被中共给看起来 为什么说是按着呢 因为有些他们的家人在中共的这个或者跟中国有关的一些部门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呢就会命令他们回家 把他们看起来 别让他到处去 别让他去支持李文足 对吧 当年我在家被非法拒禁的时候 刚开始从北京绑架回山东 那中共也是命令我四哥就不用上班了 就在家看着我 这都是中共干过的 现在仍然用这种办法来做这样的事情 来达到他们监控人民的目的 这个说明远远超出了监狱的权力范围 监狱是不可能做到这些了 对吧 那么尤其是我们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中共命令监狱不让王全璋见面跟李文足他们 那么后来他们就被迫在监狱的后大墙外 在离新收监区最近的地方去呼喊王全璋的名字 那么我根据我的经验 我相信他一定听到了 不仅他听到了 很多医院监区新收监区 甚至其他监区在押者全都听到了 而且那天早上我相信他们都趴在窗台上在那听 并且分析啊这是谁啊怎么回事哪个王全璋 是不是就是我们某某监视的那个 对就是他没有第二个王全璋 这个时候我想应该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那么我想说的是按照中国的法律 一旦判决生效 被判刑者就已经天然的具有了会见家人和每个月与家人通话的权利 那么王全璋已经被判刑好几个月了 到现在为止送到监狱了 四年半的刑期还剩下不足一年了 中共仍然非法阻止他会家人见面 这说明背后出大问题了 你们还在帮着中共咒咒为虐在做坏事吗 对不对 什么样的法律允许你中共这样做呀 除非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啊 对不对 那莫非说中共举全国之力 再和几个709家属们打一场战争呢 如果进入到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理解 中共是不择手段阻止他们见面 因为见面影响了整个战局的胜负 那这样可以理解 你如果中国还说啊 中共还自称说按照中国法律来行事 那纯属是胡扯 没有人会相信你 我在监狱的时候就亲身经历过这些东西 我当然非常清楚 这个时候共产党就完全不讲道理了 把你送进监狱那就是拿着枪对着你了 对吧 那你说 法律规定他可以回家 法律规定他可以打电话 那王全璋就不能打吗 你就拿一个视频出来糊弄李文卓 事先录好的对吧 那你这样越遮掩 岂不是越抹越黑吗 是不是最后真的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王全璋真的出大问题了 十六八九十五没法试人了呀 被迫害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 大家可以展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 我自己呢 对于淋漪监狱的一系列的做法 我当然也知道 我可以在这跟大家谈一个小小的例子 这个例子既可以说明他们的违法 同时也可以说明你为共产党卖命 与人民为敌 对你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我在被送进监狱以后 好久他们一直拒绝我跟家人打电话 也把把老婆看在家里不让去会见 然后呢 后来我的律师已经艰难 从北京到林医监狱去为我做申诉 并且写好了申诉书 让我签字 一份交给监狱 一份交给其他部门另一份 让我带着按照监狱里的程序 通过监狱的预警 然后交给侦察科 再交给消防部门去提起申诉 就在我的律师要把这个 申诉状交给我的时候 当时林医监狱的预政科的一个副科长 叫王乐佳 这个人我不能说他坏啊 他就是有点天真 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幼稚 但人真的说本质上坏我还是不能认同 因为他没有主动的积极的去做一些坏事情 这是唯一一策吧 我记忆当中 然后他就从旁边站起来 因为我会见律师啊 中共命令监狱 至少要有三个警察在那看着 监狱区的区长要在 预政科的科长 副科长或者是要在 侦察科的科长要在 这是最起码的标配了 我每次后来会见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个王乐佳就说 那你就把这个申诉状交给我吧 我来给你转交 我记得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这个法律规定是由我交给监狱的区长 区长这边坐在这你拿走算怎么着 但是话是这样说 当然原则上中共就是 你任何的东西都不能让律师交给我 那他可能就担心这里边夹了什么东西之类的 就拿走了 结果拿走之后后来我们就 我在那儿一天也没有停下来 要求中共就是你按照法律刑事 我就拿着法律书去找他们住于检察室 你不是讲法吗 咱们就讲法 我一天找他们两次 然后后来 长话短说了 由于这个检察院说 他从来没有收到我的诉状 那我就再去奇怪了 我说那王乐佳就拿走了 然后我就 不断的去找监狱的这个人员 我有一次呢 一个监狱长助理在去我们新书监区讲课的时候 我就正好躲到他了 他开始还给我打关枪 后来我就硬逼着他 我说你不是讲法律吗 咱就讲法律 你们守不守法呀 怎么走国家法律啊 按照法律我这样做 我说王乐佳哥拿走了 现在检察院明确的说没收到 你给我弄哪去了呀 对不对 然后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 他就当着我的面就在监区里 打电话给这个预证客找王乐佳 说你来给他解释解释 可能王乐佳也没有 不好办了 没办法后来就来了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拿走拿哪去了 他说我交给检察院 我说检察院说了 检察院没收到 怎么我区长打电话区长在这里 你不信你问 结果后来纠缠半天 也纠缠不清楚 我就跟他说我说是你 你怎么那么主动啊 你去你去帮着中共顶这个黑锅 结果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以后就再也没机会找到 他们就躲起来就不见了 因为李屈词穷嘛 你怎么说 据我所知后来王乐佳也去找检察室 检察室也不承认 就是说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们是没收到 那他没收到就意味着你没给我转过来 那我这里他怎么交代就没法交代 这个时候王乐佳就非常非常的为难 我相信事实上他交了 但是人家没当事可能就给扔了 但是这个就说明 你主动替中共卖命 中共对你来说你什么都不是 只要他需要随时可以把你抛弃 可以把你当过河的小儒来使唤 当然这个事情王乐佳拿走了 我当然也就找他 后来我们有一次我就当着很多人的面 我就抓他 你不能走 我说你讲完课你必须把这个事给我讲清楚 咱们不是说按法律情绪是吗 你拿走我的东西 你就要给我一个说法 对吧 而且当时他拿走了 回来我就让区长 我说你写日记 他每次都要记 我跟家人说了什么 怎么怎么样 我说你跟律师说了什么 我说你写这个的时候 你把这个要写上 王乐佳拿走了我的申诉书 当时他有这个日记 都在那写着 那这个就抵赖不掉 就是最后 包括最后这个监狱长要为我 按照法律 就是我已经几乎一百多分 应该减一年多的刑 最后剩几个月刑期都要为我减刑 而被中共要撤他的职 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 我想很多林医监狱当时的人都已经明白 只要不作恶 还是不要听从中国的命令作恶 你当时按照他的命令作恶 违反了法律 你不要觉得你不承担责任 最后 一方面 人民不会放过你 我们受到你害的这些人 当时人绝对不会跟你战罢甘休 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早晚我们要找你算这个账 这可不是不宽容 这就是我们要追求这种真理 OK 然后呢 就是说中共自己也不会太拿你当回事 你不要觉得你效忠 你为他摇尾起怜 你替他去背黑锅 他就会善待你 不可能的事情 在需要的时候 中共照常把你当过河小毒甩出去 照常牺牲掉你 然后借你的向上人头一用 我想这个故事我不展开讲 大家应该知道啊 曹涛说的 借你向上人头一用 所以中共现在你这些官员们 你们中共这些爪牙们 公斩法司的这些人员们 包括 这个除了共产党自己党委 这个其他的部门的人员们 为自己留条后路 不要成了中共的炮灰 为中共殉葬 好的 谢谢朋友们 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交流这么多 下次直播再会 陈光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祝大家健康愉快 See you next time